6. 硬帶原則2 筆斷與連 上下兩筆 互相硬帶 我們今天舉的範字這幾個字 其實原理都是相同的 就是筆畫的末端 尖尖的筆畫 它有其方向性 而其方向性必須要感覺上是往下一筆的方向前進 這才好 其實不只有我們強調這個筆畫 像這個筆畫也是要往這個方向 像霧 你覺得撇好像沒有往自己的方向 事實上以這樣來講 勾起來就可以寫這一筆 撇保留弧度以後再回來寫這一筆 然後撇出去就結束了 所以其實在寫的過程中 還是某種程度保留一點方向感 方向感 我們看孔 孔在寫的時候 對準它 這個對準 然後這個斷掉了 可是意思也是要寫這一筆 然後這一筆跳上去 雖然沒辦法完全對準 至少它的方向是接近的 可以從這裡接著寫 學生在寫的時候 常常寫成這樣子 這樣子從這個肚子穿過去 事實上是不對的 好 我們再看好 好 那好的話 點撇 撇的為什麼要保持弧度呢 因為它可以順勢回來 其實某種程度它也是筆斷一連 然後這一筆準備要接這一筆 所以它必須要挑上去 比較接近它 然後到最後做一個結束 然後看最後一個字 冷字 冷字 這個點為什麼要撇到這邊來呢 因為它準備要寫這裡 所以這種都是標準的筆斷一連 然後這個為什麼要往上面挑呢 應該要準備寫這一筆 繞個弧度回來 寫這裡 拉拉拉出去 然後撇到最後做一個結束 好 這就是所謂的筆斷一連 上下兩筆互相硬帶 在這裡它把兩筆變成一筆 通常都寫得比較斜 然後這個也是筆斷一連 勾起來為什麼呢 因為它應該要準備寫這個挑 挑上去的 所以寫在右邊的部分 好 那勿的時候某種程度也是要寫到筆斷一連 尤其這個勾 勾往上勾 其實就是可以順便寫這個撇保持弧度 再回來再寫下一筆 孔 其實嚴格講起來字的尖尖的地方 就通常都帶有點方向性 大部分 好 這個尖尖的目標就是為了寫這個挑 這個挑上去是為了要寫 這個速彎 應該是伏而勾 好 撇 這樣帶下來 這裡不要讓它斷掉 看起來不好看 撇 站直 挑 是為了寫右邊的 直 注意這個速勾 速彎勾 好 這個長痕會比較偏上方 讓重心提高 筆斷一連 這個疊 帶動過來 這個挑上去 這兩個靠得很近 主要原因是等一下還有一個撇 再配上一個那 那 好 短橫 中間不是主筆畫 所以不要寫太開 其實像這個都筆斷一連了 都有個方向性 到最後拉一束 扔